疯狂的水牛干花豹 这花豹突然袭击 被水牛一顿干 它的狩猎目标一定是小水牛 成年大水牛一顿多重 它根本就干不动 现在上树了 花豹一般狩猎成功 都是把猎物带到树上 它擅长于爬树 狩猎的技术超过了狮子 但是今天的水牛太狠了 为了给小水牛报仇 母亲水牛也是喝出来了 这小水牛已经被花豹带到了树上 水牛在非洲草原上是比较齐心的 它们也叫做非洲野牛 野性十足 现在花豹不要下来 一旦下来就死定了 这小牛肚子已经没气了 现在花豹很聪明 千万别下来 这水牛一对牛角非常锋利 到手的食物花豹也没有吃上 所以说 这花豹的狩猎成功率非常低 我们接下来看看水牛 干狮子 这是非洲草原的大哥 被水牛一顿干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水牛皮也挺结实 这个石头王真猛 一定都这样了 还在垂死挣扎 必须干死 又把石头挑起来 这个水牛角一旦刮到石头的后腿上 那对石头是致命的打击 石头王也不好使 今天水牛疯狂起来了 直接把石头王干倒 今天水牛啊 给花豹和狮子深深的上了一课 只要齐心 水牛啊 就是大哥 这一个族群 几百知识 非常的厉害 今天呢 胜利